装入电池 电池装好之后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指纹密码的开箱方式 首先用两把钥匙一起打开 不用钥匙插进去往左边转 主要是插进去往右边转 打开 打开之后装入电池 电池装好之后 后面有一个设置按钮 轻轻按一下 听到滴滴响一声 先输入管理员密码 一二三四五六 按警号键确认 听云提示 设置密码请按一 输入自己想要的新密码 按警号键确认 再输入一次 按警号键确认 设置成功 设置指纹请按二 放上指纹 注册成功 注册完之后按你号键退出 下面演示一下开箱方式 单独的钥匙是打不开的 要配合密码和指纹同时才能使用 首先换行屏幕 输入自己想要刚才设置的密码 按警号键确认 验证通过 转钥匙打开 下面说一下指纹开锁方式 指纹直接放上去 验证通过 转钥匙打开 OK